我国羽毛球队今天在中国武汉进行的羽球亚警赛中一喜一忧 我国男单一哥拿督李宗伟越战越勇 两局直落打败香港的黄勇齐挺进了八强 李宗伟花了52分钟以23比21 21比12两局直落击退了香港的黄勇齐 接下来会是台湾羽谈一哥周天成 至于我国另一名男单选手祖法利却无援八强 以12比21以及10比21两局直落败给了中国一号种子陈龙